近日委内瑞拉副总统和能源部部长都公开表示 政府正在考虑对汽油价格进行调整 委内瑞拉人很可能不能再继续享受到世界上最便宜的汽油价格了 坐拥着丰富的石油资源 委内瑞拉人一直享受着世界上最便宜的汽油价格 在委内瑞拉一升95号的汽油仅需0.0097玻利瓦尔约合人民币一分钱 但是这样的低油价可能将一去不复返了 近日委内瑞拉能源部长拉米雷斯表示 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因为这样超低的油价每年都损失接近130亿美元 委内瑞拉副总统阿雷阿萨也在电视节目中说 政府有意调整汽油价格 油价之所以敏感是因为政府曾几次尝试调整油价 最终都因遭到大规模的抗议而失败 有的甚至演变成了政变 所以这一次马杜罗政府并没有直接做出涨价的决定 而是先放风试探 从民众的反应来看 这次油价调整可能不会像以往那样有那么大的阻力 大家都认为 汽油价格确实存在一定的上涨空间 如何涨 涨多少 也就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石油是委内瑞拉的支柱产业 委内瑞拉石油公司也是委内瑞拉政府大部分的社会支出的来源 例如 委内瑞拉一直在大力推行的住房计划建设 就得益于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出资 这些公司也变成了 不仅为了一种货币的货币的货币 而是一种货币的货币的货币 我们的货币的货币 在货币的货币的货币 货币的货币 货币的货币